這個是現在在淡水看到的 非常漂亮的 農村的景象 我相信當時台北墳地大概隨時 很像這樣子 非常非常美 然後這一張圖是昭和這個 末年 你看整個台北墳地的東半部 聽不懂還是水田 所以這個清朝開的劉光俊 他從新店 這還在更南邊新店這樣 然後到這個台大 這個是現在台灣大學的 然後深層山田 也就是說劉光俊在日本時代啊 他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主持 當然日本人 有把他大俗改造過 對不對 主要也是灌溉用 就是引用 因為他有連一洩到城內 也是這個城內 然後他人的房子就是這個 三合園大家應該都會挑選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他的防禦的設計啊 就是說在周圍會做主體 然後呢 房子裡面會做那個重點 所以他那個 建築的牆壁上會有個縫 就是這麼大的 然後你不知道什麼 你會說 欸這房子沒有蓋好 沒有 其實不是 他是可以從裡面看出的 可以把槍管封出來 所以你看 這個深坑皇宅 他一個房子 這麼多個人 送你 可以 可以做一包 有這麼多人同時進行嗎 這個就不曉得 好 而且這個是安心人 在 一些 山邊的地帶 特別 特別喜歡做什麼 甚至到日本時代啊 他們都還會做什麼 應該 應該說那時候還有很多那個 那個 他們就是那個 伴嗎 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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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就變成說 他有一個很特殊的 防禦的特性 設計在這個房子 然後這個房子 大家應該都去過吧 這種三個月子 風頭鍵上一定是 我媽聽 然後旁邊有房間 把廚房再 但是在台北 有一個很特別的 有些房子 他這個走廊 都做很寬 這個在中南部好像 都比較寬 他走到很寬 他可以放一個桌子 在這邊吃飯 等於說 他這個廚房如果不夠大 這個桌子就會移到直接來 變成這個是廚房 這個是扇鐵 然後這個蚵葉還有分等級的 有什麼樣的 透感 什麼樣的材料蓋的 什麼東西不一樣 這個是土磚 透感 這個是比較細的那種木頭 甚至是竹子 像嘉義就很多 植物 這個在北部下已經 然後蓋茅草 對 我看不到 所以這個是 這房子是日本時代的 但是他還是用土桿 然後底下用卵石 這種卵石就是去那個河邊撿 飛機 這個不撿起來就更加 但是你這個疊是一個學問 你這樣疊得好看 他這個土磚它是不防水 也不耐震 因為他一定底下要墊高 以免淹水 然後你看他這邊還做那個 穿一層瓦 穿一層瓦的意思 這個瓦可以一片一片貼在那個 鍋蓋上面 它就可以防一層 把它融化掉 然後再一種 就是說比較高級的 就是 下面用石頭 上面用鑽石 然後上面用鑽石 然後裡面有這種比較 抖拱的那種 穿抖的那種 穿抖的那種 然後再一種 然後再一種 像這樣子 石頭 然後還有一些棕石 這種就是比較好貨 然後還有一些很精明的 工尼索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簡化啦 簡化就是這個 基本工尼索 然後台北還有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石頭 在那個大輪山 大輪不是一個虎山嗎 然後 它那個石頭是黑色的 火層也 然後 在 淡水山之這個 在陽明山上 現在都還很多這種 所以看各地群 對 它就等於說 那邊有什麼 蓋什麼 對啊 就是在 家的旁邊 就挖石頭出來 然後他們這個 做法很多 有亂石器 平氣 平氣 平氣就是一層一層疊上去 嗯 然後這個 翻子底氣就是 它 它不是一層一層 它是這樣 會是交錯 比較有變化 它還有一種自成自起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 我看到這個我就覺得說 哇 你看一個 這麼簡單的石頭 說這麼多變化 實在是很厲害 實在是很厲害 那這個就是 在淡水看到的石頭 它連斗孔都用石頭做 然後講到台北本地最精美的 這個 豪宅 就是 林安泰國 這個最新花博 就把它整整 外面整理整理這樣 然後後面重視 本來後面是那個 高市公路嘛 是啊 把它擋掉 故意把它擋掉 不要讓它看到 本來很可怕 現在這樣弄就不錯了 整個就 以前 反正一條路把它擋過 對 以前感覺很怪 它這個房子本來不在 它現在是在基隆的旁邊 以前是在仁愛路上 台北仁愛路上 好像整個 大陸 然後因為它丟樓 開路 所以它以前這個房子 前面也是 也是有風水一個水潭在水潭 還是沒有 原來是沒有 我看老照片是沒有看到的 就是搬到新的地點才會花一個水潭 對 它可能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三合院 大陸的 前面都會有水潭 它就做了一個 有點像彰化迷信 很容易到 這個地方我們都要講的事情 就是說 古基 古基 古基在我們的認定裡面 是不能夠搬動的 就是說如果 你這個房子今天 搬到旁邊去 重建的話 就很難再把它訂門子 是不是 這個在當時是 希望說 大家不要隨意的搬錢 但是 我的感覺是 就是好像訂了這一條之後就變成 喔 那不能翻是不是 我就把它拆掉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更慘就對了 對 就更慘 我就覺得說 還你可像這樣 你可就把他翻到其他地方 對對 你與其讓他待在台北市的時候 就隨馬路 搞我大廈 我覺得很 對古促來講很沒有尊嚴 你看他把它推得多好 對啊 就是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方法 而且你說那房子在乾隆年間蓋的房子 這個就算在全台灣都很少見 乾隆年間 這個真的很漂亮 整個聚落很大 你說那個台中那些 三星山莊啊 小型山莊啊 最火星山莊 一等一的好多 他們也都沒有那麼多 你看 最終這個房子真的很有價值 它好像有三落率 它有兩性 兩性 對 門廳跟 所以這個家庭應該是 有一個 有 這個他們家 這他們家的書房 嗯 有錯觀才有錯 他們家是那個 商人 商人 對 郭陽 對啊 就是有一個門廳 進來有個大廳 這樣 然後這一間他們家的帳房 玩帳 它這個最有特色的就是 它這個大廳前面沒有門 嗯 就你一進來就是看到一個廳 這樣子 這種類 我記得還蠻多的 因為在台灣很少見 所以這是它有